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屋 今天我们来聊聊哪四个星座最偏爱射手 1.双鱼座 双鱼座本来就充斥着各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 对于甜言蜜语毫无抵抗力 很容易陷入爱河 而射手座浪漫多情 阳光开朗 与人为善 双鱼座很难抵挡射手座的魅力 当双鱼座进一步靠近射手座生活的时候 很容易爱上射手座 但是两个人想要在一起 也是有许多差异需要磨合 能不能走到最后就看两个人的努力了 2.巨蟹座 巨蟹座和射手座是截然相反的类型 巨蟹座内连居家 射手座外向自由 自信张扬的射手座魅力无限 有着巨蟹座从未感受过的热情和真诚 巨蟹座很容易对这样的射手座一见钟情 巨蟹座能够给予射手座不一样的温暖 射手座能够带给巨蟹座前所未见的世界 如果这两个星座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将会是非常幸福的一对 但现实却是巨蟹座难以理解射手座的不靠谱 巨蟹座的过度温柔体贴对射手来说是一种束缚 因此两个人往往都是相爱相杀 3.双子座 双子座和射手座有着相识的生活态度 好奇心旺盛 兴趣爱好雷同 两个人之间有很强的吸引力 跟射手座在一起生活快乐单纯 双子座最喜欢干净正能量的人 射手座阳光开朗大方热情 因此双子座很容易爱上这样的射手座 相似的两个人相知相惜 因为了解 所以不会给予对方束缚 因为相爱 所以愿意为了对方改变 当双子座和射手座愿意为对方改变的时候 生活中有再多的问题 两个人也会走到最后 4.天秤座 射手座喜欢和有魅力的人待在一起 而天秤座刚好满足了他们这个要求 虽然射手座很少拿出专情 但天秤座从来都不和他们争论 不管射手座去做什么 天秤座都会给予尊重 这一点会让射手座感到相爱时舒适的 加上天秤座想来就很优秀 这不仅让射手座感到紧张 还会激发射手座的上进心去 努力地追赶天秤 当他们完全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桥段 离开彼此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最后射手座无法摆脱天秤座带来的爱 被禁锢在了爱情之中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